大家好,我是小琪 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了吗? 这个是不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给大家安置起来看一下啊 它的安装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将两头给它插上 这样插好了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做棒棒糖使用的 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在买太阳花 太阳花重拨的开花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多年生的素根植物 也就是一颗可以养多年 所以呢,他们都喜欢做成各种各样样式的 有的喜欢做成棒棒糖 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买一个这种支架 价格也不是很贵 做成棒棒糖能够多年的观赏 它这样也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呢,怎么去制作呢? 制作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从底部将太阳花 一些长的粗的支条穿过来 全部穿过来以后呢 直接将它吊在这个棍子上 找一根捆扎丝之类的啊 将它吊上以后不要扎得太紧 然后呢,捆上两道 它的支条在上面就能够在上面平行 然后呢,到时候在上面长 全部让它搭着 到时候开花的话,绝对会开出非常漂亮的花朵来 然后呢,形状也非常的好看 待中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它底下带着一个三角的 这个三条腿的支架 然后你直接埋起来以后 它在里面不容易倒伏 这样即使后期头部长高了以后 它也不会出现 那个直接歪倒的情况 这样在家中养的时候 就比较稳定了啊 那么这就是它待中的方法 你看一下,这样待中好了 是不是就已经是成品了呢 后期只需要它去长 让它的牙子在上面生长 底下的牙子长出来以后即时的抹掉 然后呢,底下只保留主干 上面到时候长满侧牙 到时候开花的话 开出一个太阳花的棒棒糖 是不是非常漂亮呢 这个时候有的话也会说啊 您这是闲的没事干 眼花呢,就是在于折腾 好多人都喜欢去做这种东西 但是呢,如果说您说这句话的话 那么证明您对花的喜好 喜好程度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啊 所以说,如果喜欢做棒棒糖的话 可以去这样选择下 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用棍子去撑一下 但是呢,它的枝条会下垂 而且下垂下来以后 开花就不好看了 这样呢,能够让它的枝条全部搭在上面 开出来才是最漂亮的 对于太阳花来说 它牵插非常简单 无论什么枝条 哪怕是你保留两三厘米 牵插都容易成活 现在呢,温度中间升高 我们去买点太阳花的枝条 花不了多少钱 插到土里去 哪怕您不做棒棒糖 您直接插上 保证光照充足 保证水分充足 它就会快速生长 在整个夏天就能够花开不断 到了初天也能够花开不断 到了冬天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素根重变了太阳花 它是断念生的 不要让外边放到外边让它冻死 我们只需要把它搬到室内 保证温度不低于五度 它就不会冻伤 在十度以上还能够正常的市场开花 喜欢吗 可以去养一下太阳花 喜欢豆磨王堂 可以去买一个这个架子自己制作 制作的方法交给您了 如果觉得小西说的还可以 别忘了给小西点个赞 点关注的带走